今天來找這一家 是我最近很常吃的 好吃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 好吃的蔬食是什麼 就是這一家 老闆 你今天有什麼好吃的 我自己斜槓的人生 因為我有很多親子 剪影片 底下創作 然後加上現在的Podcast 第一個機能 楊子儀快運 我是台灣第一個做蔬食的Podcast 因為我想要推走向大眾 聊聊專業 聊聊個人的故事 聊聊品牌 那也包含了大家的 十一住行育樂 然後用輕鬆方式 帶入蔬食 說實在讀物 它本來就是一個 少見的學門嘛 對 但是其實讀物根本就 大家好 我是謝峰榮 我吃蔬食34年 從媽媽懷我的時候 就開始蔬食了 蔬食已經融入在我的 十一住行育樂當中 而且要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早早早 今天特別起了個大早 就是為了今天有一個 採訪 我每次錄Pocket的裝備大概就是 就是裝在一個行李箱裡面 包括混音器 然後還有麥克風 耳機 然後還有麥克風線 然後還有筆電 錄音的裝置 就是一些藝術裝置 比如說on air 就想要用一種 行動錄音式的概念 去做呈現這樣子 嘿 教授 教授好 請坐 請坐 我們今天等一下要來 好好的錄製 然後我們就 沒問題 編錄一下聲音 你幫我測試一下 靠近一點麥克風 2020年4月 無意間滑手機 認識到Podcast這個媒體 然後我想說我自己蔬食 我想要看看有沒有人 在上面聊蔬食 結果發現沒有 大家好我是Rong 歡迎收聽Rong來共 今天我們這個 整個頻道的品質 整個提升了 因為我們邀請到了 讀物專家 趙明威教授 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Rong 還有各位聽眾大家好 是是是 今天這個 我是台灣第一個 做蔬食的Podcast 但是我自己沒有很想要 跟蔬食的標籤貼得很近 因為我想要推走向大眾 我不是要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發現蔬食的人有時候會太往裡面走 而忘了走向大眾 因為在蔬食裡面其實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也不想要被道德綁架了 就是關於動物實驗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踏進來的時候 就是想要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 把門檻降到最低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原來這些很厲害的人 或者是這些高知識分子 有些人 他們其實默默都在走向蔬食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裡面當然就是有 髮型師嘛 作家 部落客 然後YouTuber 藝人 品牌的老闆 或者是餐廳的老闆 甚至未來還會納進來 就是有一種是蔬食的投資 我不太想要把蔬食這件事 一直放在食物這件事情 其實它應該是在食衣住行 娛樂方面都可以去實行 這個疫苗 我們可以透過植物的方式 是 用在植物裡面生產疫苗出來 然後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取代 這個動物生產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現在也是蠻好的一個方案 其實我覺得收聽的觀眾多寡 其實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議題 反而會是一個更重要的一個主導 我們到底要不要接受採訪的一個方向 其實為了在 用了主持 說實在話 他是蠻認真的 他就是蠻積極的 然後常常就會在跟我們講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啊 怎麼樣讓我們這個工作的方面 可以更精進 拿一起吸收往前 對 走 走 走去哪 他們都覺得我跟他的 跟來賓的互動很好 或是我那個魔性的笑聲 就會給大家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今天謝謝教授來賓 謝謝教授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其實你只要在Google打 Zong 都可以找到 Zong來賓 吃蔬食只是一個開始 成為更好的人才是我們的目標 讓自己成為真正自由的人 喜歡聽故事的孩子 可以成為夢想的實踐家 大家好我是Zong 歡迎收聽Zong來賓 那透過Podcast 透過我的引領 或是來聽Podcast 這些品牌 或是個人的故事 其實你都可以更理解 蔬食在做什麼 或者是現在的年輕人 或是為什麼蔬食會成為潮流 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走得那麼樣的前面 跟一般台灣傳統的 健康啊 養生啊 其實都不太一樣的 對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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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今天來這裡要做什麼嗎 聽故事 對 要聽故事的小朋友舉手 我上一份工作故事屋 我在小朋友面前 我就是鳳梨哥哥 大家好 我是鳳梨哥哥 我不是香蕉哥哥 我不是檸檬哥哥 我是鳳梨哥哥 也不要叫我什麼鳳梨酥 然後我們在那邊 最主要就是 就是專門講故事給小朋友聽 我們今天要來講 他的故事 蛤 他叫做巨人 我們一起說一遍 巨人 對 巨人 對 我是快樂的巨人 啦啦啦啦啦啦 Yeah 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好 雙手借給我 我們一起喔 小朋友才是主角 就是我們要幫他們融入那個情境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問小朋友說 如果你是那個角色 你會怎麼做 小狗狗說 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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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糟糕了 你看喔 前面這樣子都是泥土 他這樣可以回家嗎 要幫忙他的舉手 好 可是我們要怎麼幫忙他 所以我們在幫他 帶入那個情境之後 小朋友他們就會開始去玩 甚至開始去思考很多事情 其實小朋友很單純的 他們不會有太多的包袱 所以從這個時候 從同理心開始 就會在小朋友的心裡面 種下一顆種子 那你太早跟他講 蔬食 素食 他們根本就不曉得 褲子 褲子 對 褲子 你有看到褲子嗎 鳳梨哥哥講得很好喔 就是第一個他的聲音夠紅 這樣可以吸引小朋友 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講故事的速度 然後鋪陳 其實都可以讓小朋友 從起承轉合裡面 去感受這個故事 然後把他們的專注力 怎麼鎖住在他身上 這一點是很棒的 紅色的鞋子在哪裡 對 妳好厲害 妳有看到鞋子嗎 好歇琳 妳剛剛聽的故事 好不好玩 好玩 妳有最喜歡什麼動物嗎 我喜歡狗狗 妳喜歡狗狗喔 妳喜歡看到牠們開心 還是難過 開心 開心喔 動物開心 妳開不開心 開心 開心 有需要什麼幫忙嗎 去冰箱幫我拿番茄跟小黃瓜 番茄跟小黃瓜 好 等我試一下囉 好 來了 番茄 最近有有好吃的 我們家附近有好吃的 在哪裡 在那個過橋那邊 今天來找這一家 是我最近很常吃的 好吃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 好吃的蔬食是什麼 就是這一家 好多你今天有什麼好吃的 你發現的 對 有一家那個什麼 新月蔬食 外面店小小的 可是 它是什麼 自助餐還是好餐 沒有 它有很多 它有那個熱潮 也有港式 也有泰式 我太太那時候認識的時候 還沒有吃素 然後我也沒有刻意去跟她聊 蔬食這件事情 她也沒有強迫我吃素 她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她也沒有說你一定要吃素 或者是瘋狂強調蔬食多好多好 這些都沒有 就是很自然而然吃飯 然後就是 因為應該是我個性也懶得去選擇 所以吃什麼就是給她選 她都可以找到好吃的 或者是遇到好吃的東西 對於推廣蔬食這件事情 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生活 現在不是我的飲食的選擇的問題 是全球人類 這個地球上的人的生存的問題 我變成主動的這個角色裡面 我覺得整個環境的生存 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開關 好 那我們來吃這個 媽媽還有 媽媽那邊還有 這裡還有 你看媽媽還有 你看 哇 好多 趕快做好吃 海苔包飯 我不太想要把蔬食這件事 一直放在食物這件事情 其實它應該是在食衣柱形 育樂方面都可以去實行 食衣柱形除了食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洗髮的 護髮的 還有這個生活的用品 甚至連抓頭髮的 都是沒有動物實驗的 所以出門有時候 我們要做造型的時候 都可以來使用 因為我的人生就是 都是蔬食 對我原理是很自然而然的 我想要為了蔬食 盡一點點力量 不敢說我背負什麼樣的使命 可是沒想到一嘗試之後 哇 整個天空都被撕開來了 整個踏出去了這樣子 第一個機能 楊子儀關於 現在各位個人算是 蔬食YouTuber的始祖 主要為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做 為蔬食發生 那他一件事情就是 為孩子發生 其實對蔬食發生而言 就是對生命發生 那我這些Podcast 或是我的影像創作 甚至我的插畫 這些都是我的武器 再一次再一次 還要麻煩 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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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眾 你是 從 成人 我們 我們 按码 到底